位置 知名度 楼外楼营 味道 性价比 三位山高 随便 真假立宪杭州 三位山 六百七十八 杭州植物园 这个地方还挺大 传统菜这会儿还不太多了 招财 劲宝 龙藤 四海 包罗万象这菜单 无论您从全国大地哪里来的 这种早在家里的 那个花汤 你不来吃饭会得干点活是吧 蛮职业病 最早12块 好便宜 我小时候吃的最早都是鲜枣 这是干枣 但是味道一模一样 是一个香甜 酒香 浓郁的味道 干枣的枣香味浓 然后再往里边加点酒 加点糖 慢慢就泡入味 里边只有酒的香 没有酒的那种苦味 12块钱 这个很好 很好吃 焦花童子鸡138 跟那个 好像一样 香菇 葱姜 没有找到肉片 可能就差点肉片 但是价钱差200块钱 一样 给我这点 吃点肉 口感来讲比肉外溜更入味 甜 咸且香 都焖透 你回口会吃出一点点肉的酸味 说明这个鸡选的小 会有一点点酸味 但是肉也特别嫩 138这个品质来讲 说得过去 山外青山楼外楼 再说这只鸡的话 这个山品楼要高 蟹粉鱼肚 78 上面是和虾仁 蟹黄 再尝尝鱼肚 蟹黄 再尝尝鱼肚 78块钱给的正经的蟹粉和正经的鱼肚 鱼肚这个原料本身没有味 加什么味它就吸什么味 把这个鱼肚放在蟹粉的汤里边 把这个汤味吸得已经透了 78块钱 可以吧 78块钱 再高一点你就得汤再换了 因为厨师吊的汤它分几个等级 特别浓的那种汤 这一勺下去成本估计都不低30块钱 干炸黛鱼68 很时尚啊 下边垫个鼠肠 首先说这个鱼肉鸽嘴里边 嚼着啊 紧实相谈 黛鱼选的非常的新鲜 鲜黛鱼 黛鱼的腥味吃一点都没有 腌的处理的都非常的到位 炸完之后表面撒了点味椒盐 这个之前跟我们在某个带鱼天花板吃的那不太一样 表面炸的没有那么脆 这个带鱼呢 在炸之前让它表皮再干一点 炸完了以后就更酥脆一些 然后炸的时候不要这么着急 表面的酥脆程度会更好一点 这是对师傅说的啊 咱们作为顾客来讲 68块钱吃这么一盘很值 杭州葱包会三块钱一个 里边是根油条好像 这有点意思啊 外边像是用那个春卷皮 把它包上的 里边搁两个的葱 慢慢地嚼出就有葱香了 还蘸了个汁 那边海鲜酱 就俩字品牌那个 对了水了 炸完这也可以啊 也可以 最后总结 其实我们吃了678 真是四个人的量 四个人的量 中午楼外楼晚上山外山 就把他俩一块说了 位置 知名度 楼外楼营 味道 性价比山外山高 剪辑你好 下面是山外山的视频 不要和中午的楼外楼混在一起啊